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斯王国之美称 高雄岗山更是著名的罗斯重镇 而罗斯大王蔡永裕董事长 用心专精 将每个小罗斯小罗帽 锁进每个世界的大小角落 任何一个人的罗斯都不能松 松了就出问题 那现在我们已经成为 这个罗斯罗帽业的全球最大工商 早期我在做罗斯的时候 我就秉持着一个信念 罗斯是保护人类生命的关键性零件 像我们的车子 像飞机 这一些东西的组合 往往是靠罗斯 一出问题 就出人命 从小家里贫困 吃苦当吃补 坚持到底的坚韧精神 让蔡永裕董事长 比一般人不怕挑战 尽管没有高学历 从基础做起 咬牙撑起自己的一片天 稳定与优秀的自动化生产 使得公司年产100吨罗斯 一年使用的钢材质料 可盖其76座爱菲尔铁塔 成为亚洲最大的 罗斯仓储中心 甚至研发出数位 未来概念的感应式罗斯 像我们也拿到了 这个全球最新的画面 就是感应罗斯 然后我们也发明出来 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也得到国外的认证 因为它可以事先地告知 你的扣件 有没有金属疲劳 有没有温度超高 有没有温度超低 那个时候的一个 金属组织的状态是什么样 它的变化 它可以马上地告诉你 世界上任何组合物件 都需要靠蔡董事长的专注苛求 来支撑客户们的需求 尽管事业版图 拥有千金百两 却不藏私 反而带领员工 投入公益行善活动 我应该是在921的时候 921的隔天 我们有一个团队去视察 那我很感慨 人的生命无常 能够帮助别人 就尽量地来帮助别人 我曾经多次地带领员工 一起去跟我花花百米 这么热的时间 你们在花花百米 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快乐 因为你把你的定义当作是做善事 我们在做罗斯罗蒙 也是在做善事 就是确保我们的东西 能够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 等于就是在做善事 奉王母娘娘旨意 与当地警政单位合作 天庙将借警政单位之手 将百米发到各个角落 透过警政单位 因为警政单位 他最知道需要的人在哪里 我母娘娘告诉我们 走出去 不要管别人 这一些人当中 只要有一位 他感动了 他有机会了 他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辈子 他最困苦的时候 人家来帮助他 天庙奉王母娘娘之旨意 不限身份 不分长幼 年年祭出百米 救助急需救助的新田 以米粒引发人心的深度 将内心的良知引导出来 我给他粮食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 真正的能够让你 度过一个小难关 那还有一个意义是 我花这个米是善米 希望我把你这个扇 当你最困苦的时候 我把这个米 不是吃下去 而是把这个米 种在你的新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